詞曲 李宇人 李宗盛 四個都是飽讀詩書的墨客 在香港文壇的領域之中 他們是金字塔的頂端 他們之中有一個叫做變色龍的 他見識廣博 瀟灑豪邁 文房墨寶 琴棋書畫 各樣都皆通 他還有很多身份 電影監製 美食家 專欄作家 電視節目主持人 做生意 每個時期他都有不同的身份 而且都是第一樓的通達 年輕時做過電影製片 他監製的影片名鎮東南亞 中年時姚申一變 變成作家 他寫的專欄讀者很廣泛 每個都看 晚年時食片全世界 是中國首一一止的美食家 如果要形容他 就像他最喜歡吃的那道菜 叫做習錦大拼盤 他究竟是誰 為何有這麼特別的人生 可以升陣香港 戲院長大 注定和電影結合筆解之緣 作為監製成為亞洲一流 香港電影遭遇危機 他還打開人生爭局 習錦人生 蔡蘭正在繼續 香港著名的作家 美食家 旅遊家 電影人 和金融危康王瞻 並稱香港四才子 他出生在新加坡 年輕時在日本讀電影製作 之後長期任職在 邵氏、嘉湖、東南亞 一兩大電影公司 監製的電影 有促食車 龍兄虎弟 城市獵人 重案組合 很多文章片 晚年時 他喜歡寫作文 美食 他越與歷驚人 交友好法 自己稱為 一表人才 兩套衣服 三杯酒量 四圈拿著 瀟灑不羈 自在快活 1941年 南洋新加坡 邵氏大華戲院的戲樓上 一個可愛的嬰兒 呱呱落地 父親幫他起了一個名字 很可愛的 叫做菜辣 聽起來好像菜藍 出生在戲樓 名字又好像買菜的藍 冥冥之中 注定了菜辣一生 和電影、美食物不可分 小時候 菜辣家住在戲院樓上 父親蔡文元 是邵氏電影公司 在南洋的發行主管 兼大華戲院的經理 電影伴著 菜蘭整個成長過程 他父親蔡文元 還是個詩人 很喜歡文學 經常買一大堆書回來 被子女放在地上 任他們選 家姐蔡亮喜歡看教育的書 哥哥蔡丹喜歡買生意的書 而蔡蘭偏偏看 《希碟神話》 《天荒夜談》這些古靈精怪的書 電影和書看得多 與眾不同的感觸也越來越多 年僅14歲的蔡蘭 寫了一篇影評叫做《風人院》 就去南洋相報投稿 怎料竟然登上了 蔡蘭非常興奮 長大後的蔡蘭 決定要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他離開新加坡 遊歷他國 因為喜歡電影 所以當時日本的電影非常發達 他最終選擇留學日本 在日本大學的藝術學 學電影科的編導系 1957年 蔡蘭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看著他大的邵逸夫先生 對他寄以厚望 他說 這邊剛剛有一個經理要退休 不如你接任 於是 蔡蘭就擔任了 邵逝電影公司的駐日經理 購買日本片來香港抗影 又以影評家的身份 成為多屆亞洲影展的評審員 當年邵逝電影越拍越多 蔡蘭也經常因此 遊走於韓國、台灣地區 揹著背囊去旅行 1963年 周文環先生自組家和影業公司後 蔡蘭被調回香港 擔任製片經理一職 參與很多部電影的製作 他因為太喜歡電影了 所以他說蔡蘭寧願不做導演 他要選擇製片 他認為製片就是又做校長又敲宗的 製片要構思故事 要請編劇、寫劇本 同時要接客誰適合做導演 誰適合做演員、工作人員 還要做預算、配音、敲背、海報 參與討論、給意見 直至到安排發行、賣版權 這部電影上映 他無一不親力親為 有時候蔡蘭可以同時處理六、七部電影 但他樂此不疲勞 在城市獵人、獵火青春等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風魔傳亞洲的商業電影中 監製蔡蘭這個標記非常常見 相當程度上意味著那部電影的品質是有保障 他自己曾經說 如果全世界人看華人電影最多的就是邵逸夫 看中外電影最多的就是我了 雖然從小就看電影 大學又有讀電影專業 第一份工作亦與電影有關 坦白說自己最喜歡的是電影 不過蔡蘭並沒有將電影當作終身事業 1998年他的老拍檔何冠昌因為心臟病而低 再加上當時的盜版槍血、市場疲弱 整個電影業一年只有一兩部電影賣得錯 現在都輸到一拍糊塗 蔡蘭有些心灰意冷 忽然意識到電影再好都是人家的事 而他竟然為人家的事忙碌了整整四十年 從此蔡蘭放棄電影 從十指筆在報紙寫文章 東方日報的龍門鎮 明報庫刊一周刊上經常有蔡蘭的專欄 專職寫專欄的蔡蘭 文經一經推出就受到讀者熱烈的追捧 他的文章既講日常所事 生活點滴又有旅途的喜樂 人生百態 他筆下的世界千枝百態風成萬種 歐洲的雍容 歐洲的空曠 亞洲的風富 非洲的神奇 都收入他的文章之中 美食就不再講了 生活情調風俗趣談 各有風韻 他寫得來格外別置 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 蔡蘭喜歡看書 而且什麼書都看 包括怎樣做事由 他精通書法 就從不將自己當作書法家 他懂得多國語言 自己嘲笑說是點菜語 他將興趣變成工作 是他的終極目標 如此瀟灑豁達的性格 但又不是先天生成的 回顧自己人生的時候 蔡蘭承認自己 自小普通人無份 有些扭扭靈靈的雜性 但總是要求自己 是想改這個缺點 想做一個簡單快樂的人 理性是看人家怎麼活 這一生總要活下去 為什麼人家活得比你好 為什麼人家活得比你快樂 比你好的意思不是物質上 不是錢的關係 是說他很快樂 他對人生看得很淡 他們非常會享受 這個就是要像理性的時候 學到的東西 蕭灑豁達的蔡蘭雖然興趣廣泛 琴棋書畫 煩煩都行 不過最喜歡的都是吃東西 年輕的時候作為製片人 去全世界經歷 去裸景 對蔡蘭來說 開闊了世界的眼界 帶給他不一般的見識 這些見識成為後來 他寫專欄的一個底牌 混由世界的過程之中 蔡蘭亦有機會上進世界美食 在這個階段 他食神的名號漸漸響起 秉盛好吃 成就他食神之名 淡薄名利 去用美食濃縮人生 淡錦人生 蔡蘭正在繼續 有關生活的衣食住行 蔡蘭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 他的文章有 講飲講食 談旅遊 聲色犬馬 紫醉金迷 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關於美食的文章 他將自己的好吃 餵食的秉盛 歸結為 爸爸替他起酒的名字 不小心 他說大哥叫做菜單 阿朵叫做菜葉 於是一家人 拿著菜單 拿著菜蘭 去買菜葉 想不喜歡吃東西 又怎可能呢 因不為為 那就是餵食 蔡蘭餵食 餵食出了名堂 成了一個學問 成了他和金融危康 黃瞻齊名的四大才智之一 蔡蘭一日他的美食路線圖是這樣的 早上喜歡吃麵 中午在外面就不同的飯店吃飯 到五、六家裡就找一家 然後寫一篇美食文章 他從來不會白飲白食 也不會只是讚不談的 是不好就不好 是好就好 總之 讀者喜歡就行了 你跟蔡凡先生有多久沒見過 一本十四年吧 好 你看 你看誰 喂 大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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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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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魚還好吧 很好 先說我今天比你比較清的 你調一下 throat 喝 喝 那是零零年吧 雜財 你說兩個到香港 我們倆走到街上 我去香港給他做證券話 他就邀請我去 菜籃這個人很隨便 他早上起來他就穿個拖鞋 穿個苦沙子大沙子 他帶個菜籃子 他倆就是去 給他去下街上去 去菜場買菜了 菜場上你都認識的 阿寶都回來了 很有意思 很多年前 蔡蘭帶著爸爸媽媽 在香港吃飯的時候 遭遇過一些態度惡劣 菜品糟糕的店舖 從這個時候他就想 如果成為一個美食家 以後帶著爸爸媽媽去吃飯的時候 就會被人當貴賓地招待 話雖如此 八十年代起 他拿起筆 撰寫美食專欄 到九十年代開始 主持美食節目 蔡蘭之所以在美食界 聲明卓喜 做電影的時候 一樣 像習慣一樣 拼開勤和真兩個法則 講到美食的癡迷 還有一個例子 可以反映出美食對蔡蘭 是怎樣的重要 《四夜雕英雄傳》第十二回 《寒龍有悔》中 《寒龍有悔》中 黃蓉與美食 有洪七公 修國正為圖一節 黃蓉做了一道菜 叫做二十四橋明月夜 原文是這樣的 那豆腐卻是非同小可 先把一隻火腿剖開 畫了二十四個圓孔 將豆腐削成二十四個小球 分別放入孔內 扎著火腿再蒸 等到蒸熟火腿的絲味 傳去到豆腐之中 火腿卻氣去不吃 紅七公一上自然大為傾倒 這道蒸豆腐有個唐朝的詩歌的名字 叫做二十四橋明月夜 金融將這道菜寫得非常全神 但都是想出來的 現實之中並沒有這道菜 不過作者無意 讀者有心 蔡蘭看完射雕龍磚之後 竟然將這件事記在心頭 幾年之後 將這道二十四橋明月夜 竟然造成一道菜 受此啟蒂 他和香港名廚金師傅 合開一道叫金融宴 隨緣食丹宴 好像神筆馬糧一樣 將小廚裏面的經典美食 真是擺上桌子 雖然蔡蘭對美食是精益求精 要求很嚴格 但蔡蘭對自己也有包容的一面 蔡蘭不是簡有名氣 而是有貴的餐廳 而是花工夫去研究 哪一間做得這麼好 做得好的原因在哪裏 他曾經為了追求一碗最好吃的 越南牛肉可粉 專門走了一次法國、美國、香港 到處去找 結果都找不到 最終偶然情況之下 在澳大利亞找到最令他滿意的可粉 蔡蘭對於美食不單是自己吃 他還樂意將自己對美食的見解和大家分享 1998年在無線電視主持蔡蘭碳世界 至今親自操刀主持的十幾檔電視節目中 不少都是TVB收視率排名前五名的常客 尤其是2008年推出的蔡蘭碳明菜 最高時有32%收視 蔡蘭對美食的獨特見解和北區一格 常美食的風格令到觀眾不單是飽眼覆 而且跟著他一起去探索全世界美食之道 大陸的觀眾知道蔡蘭碳開2012年那部 《全中國熱烈法康》的紀錄片 《舌尖上的中國》 中國人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這不僅是一種因地制宜的變通 更是順應自然的中國式生存之道 他們精心使用的腳下的每一寸土地 獲取食物的非凡智慧 無處不在 從肥沃的沖積平原 到富饒的江河湖泊 從嚴寒荒的高原 到高樓林立的都市 哪裡有綠色的生姬 哪裡就有天與人的和諧 這部紀錄片以食材入手分南北 探訪全中國的美食之地 沖過中華美食的各個側面的描寫 讓觀眾感受到食物 對中國人的生活 帶來的儀式倫理趣味等等的文化特質 很多人看過這套紀錄片 都讚這是舌尖上的中國 勾起了很多在外面打拼的油紙的鄉索 在蔡蘭看來 從事任何一個職業 都只有一個標準 就是有沒有足夠的外 只要是你認定了方向 就不要擔心別人認同與否 即使在外人之中是不務正業的事 只要能夠疊心水去做 做到專業無愧於心 就行了 對於食 蔡蘭就是食遍全世界 哪怕有多偏遠的地方 只要拿得出手的美食 都逃不過蔡蘭這把好奇的嘴巴 對待人生 蔡蘭都是積極入世的 在她看來 世界繁花似感 人的一輩子是這麼短 人生苦短 不好好享受這一趟人生快活 又等什麼呢 食煙、飲酒、不運動 她就認為是最健康 瀟灑褐達 玩出自己的人生 集飲人生 蔡蘭正在繼續 您現在收看的是香港衛視 百年相將滄桑巨變 無數奇蹟再次上演 以獨特視角看香港發展 揭秘經典人物背後的故事 探尋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 我是慧如 與您相約 香港故事 蔡蘭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說話 叫做 食煙、飲酒、不運動 常人眼中 這是誤人子弟的言論 不過在蔡蘭來說 昇華變成哲學的領域 美其名叫做 防禁主義哲學 蔡蘭認為 食煙就是食在心情舒暢 喝酒就是和朋友一起喝最好的酒 不運動 是因為運動在現在的世界已經變了質 隨便一身運動裝備 打工的兒子 一個月的人工都在這裏 運動變成一種奢侈品 反而鎖住了人的心靈枷 不如求個自在 換一個心靈健康更好 蔡蘭的放縱主義哲學 體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 例如豬油因為含膽固醇高 就被科學家列為最不健康的油類之一 但蔡蘭偏偏就是豬油的發燒愛好者 他認為豬油的美妙香味 是其他的油類沒有辦法比較的 被人這樣拋棄實在太可惜了 所以我們經常在蔡蘭推薦菜品的時候 看到他會加上一句 這道菜如果用上豬油 一定會更上一層樓 於是他在網友的嘴中 多了一個花名叫豬油腦 不過蔡蘭生性潑達 他又不再人也要他什麼花名 在他的理念之中 真正的美食健康 從來都是敵人 看你選哪一個 你想吃真正的美食 不犧牲健康 怎麼可以呢 蔡蘭這麼餵食 但他常年保持七十公斤左右的體重量 按他的說話說 真正會食的人是不會肥的 至於其中的技巧 你問他 他不會回答 他就會陰陰嘴笑一下 金庸先生 將蔡蘭比作自己不下的令狐聰和段譽 雖然不是主流文化之中被推崇的 風流明氏烏衣子弟 亦不貪慕陳世間的功名利錄 但他有一種令人過目難忘的冤博財情 和瀟灑氣概 他說 我喜歡和蔡蘭交友交往 不僅是由於他學術冤博 多才多藝 對我友誼深厚 更由於他一貫的瀟灑自若 好將令狐聰段譽郭靖喬峰 四個都是好人 然而我更喜歡和令狐聰大哥段證公子做朋友 金庸在一篇文章裡面是這樣寫的 我在一個小島叫做伊比薩 我去的時候我看到一個老嬉皮在那邊釣魚 那個海是透明的 一看就很多魚在那邊 但是魚都很小 我一轉過頭去那邊的魚很大 我說老頭去那邊釣 那邊大這裡不要釣了 那個老嬉皮一邊釣一邊笑 告訴我這位先生 但是我釣的是早餐呀 這種好像當頭一棒 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不論是私底下或是職業環境中 蔡蘭都是一個不按傳統出擺的 特立獨立的人 她從未將賺錢與否 當作自己是否去做一件事的先決條件 反而認為賺錢這件事很悶的 相反在事業的每個專業點 她都追問自己自己是否快樂呢 能不能夠為人家帶來快樂呢 年輕時的蔡蘭 她穿衣服永遠是西裝配花靈帶 給人儀表堂堂的感覺 年紀大了之後 她在大眾面前出現的是一個身穿古袍 拿著拐掌滿頭銀髮 像我那樣的艷艷老者 幾乎從來不會改裝 風度翩翩和海可親 大多數人對蔡蘭是這個第一印象 以貿取人 在其他人來說是膚淺的行為 不過蔡蘭就認為 以貿取人是歲月賦予自己的禮物 喜歡吃的人 比較好交朋友 因為他們滿腦子都想著吃什麼好吃 他們不會滿腦子壞主意去害人 所以喜歡吃的人都是可以交朋友的 蔡蘭認為人活到老 就到學會看人了 看人是一種本事 是積慮下來的經驗 古人說人不可貌相 我就說人絕對可以貌相 我是一個絕對以貌取人的人 相貌不單只是外表 還要配合眼神和談吐 還有很多小動作加在一起 一來看人就更準確了 如果是一個鼠頭張目的人 不能去哪裏 什麼時候學會看人 年紀大了自然就懂了 當你畢業的時候 照一下鏡頭 看到是一隻老狐狸 我就是這個例子了 曾經有人問蔡蘭如何定義美食家 蔡蘭說作為美食家 首先有好奇心 從某意義上來說 美食家不是一個人 懂得飲食食這麼簡單 而是他在美食之中 懂得比較 換句話來說 懂得比較的人才算懂得吃 其次就是好奇心 加上他的穴力 才可以令美食家 有比較完整的 對於美食和背後文化的理解 這樣對於食物的印象 就不會只流於口感和印象 只是知道好吃不好吃的 其實是餵食的人 不是美食 好奇心令蔡蘭的人生 不局限在某個方面 而是每樣東西他都行 四處開花 因為有好奇心 所以有了蔡蘭一生 從電影、作家、美食家的三次轉身 而豐富的人生越來 讓蔡蘭每一次轉身 都能夠看得通自己 看到自己的欲望、喜好和弱點 只有了解自己才能夠活出自己 讓自己的生命變得更加豐富 更加通透 好了 感謝收看本期《香港故事》 我是陳嘉楠 下期見 您來河南買了幾回 我不知道您對 這是第三次 第三次嗎 您對河南美食的印象是什麼 我這個印象只有老菜季吧 只有老菜季 沒有人說 你看美國那邊不談 這樣嚼我都嚼了三十年了 這樣嚼我都嚼了三十年了 香港跟菜籃坐的時候 菜籃說 呀 這這 你轉的比 那車輪子轉的還快啊 她講 但是扣干这个东西到嘴里边的错综不大 它就差那么一点 它扣干它就出来了 你看它浆 浆不上来 究竟差在哪个地方 这个吃的东西它就这么微妙 这是几个? 十二个 十二个就整去了 来来来 中文字幕作词 李宗盛 《非语言的信》